2024年杰森·斯坦森最喜欢扎富豪大米 养蜂人正很耐心 养蜂人是美国情报局建立的一个重要组织 每代养蜂人都如幽灵一般神畜毁 他们是正义的使者是天使的化身 杰森就是养蜂人组织的机密成员 退休后他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养蜂人 过上了咸云野鹤的乡村生活 在乡下他与房东阿姨帕克成为了莫逆之交 每次采完蜂蜜都会带一瓶给他 后者也会邀请他一同吃晚餐 这天杰森像往常一样带着刚酿好的蜂蜜来找帕克时 却发现对方竟惨死在了家中 那么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会让这个心地善良的老太太惨死呢 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 帕克正在整理他创办的儿童慈善机构账单 谁知电脑上却弹出一个警告 显示硬盘数据即将被格式化 帕克心下一惊 这个慈善机构账单全部存在硬盘上 如果被格式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心急之下直接按照警告上的电话打了过去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诈骗集团的阴谋 电话很快接通 对方声称自己是网络安全公司 刚才的警告就是在保障他的财产安全 但帕克根本不懂电脑 对方正是利用这一弱点忽悠他 让帕克安装了一个木马病毒软件 诈骗犯则轻而易举查到了老太太所有资产 帕克的账户上一共200多万美元 这些都是他创办慈善机构的钱 诈骗人员一边吓唬一边安慰 说让帕克登上银行账户 以确保里面的钱还在 面对诈骗犯有组织有预谋的骗局 帕克完全被人牵着鼻子走 然而就在他登录账户的下一刻电脑突然黑屏 等到屏幕再次亮起 他的银行账户余额已经归零 看着手机里一笔笔转账记录 帕克急得喘不上气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不得不说这些诈骗犯是真损 专挑这些什么都不懂的老人下手 账户里的钱全都是用来资助儿童的善款 巨款被骗他不知该如何向捐赠者和孩子们交代 更何况又有谁会相信他是被骗 而不是坚守自盗呢 悲痛欲绝下 他选择了极端的方式证明清白 用枪结果了自己的性命 正巧这一幕被杰森给撞上 恰在此时身后出现一个女人 此女名叫罗纳是帕克的女儿 同时也是当地的一名警察 看见母亲惨死误以为杰森是凶手 当场将他当成嫌犯抓了起来 通过连夜调查 这才发现母亲是因为电话诈骗而自杀 杰森是被冤枉的 为此罗纳主动登门道歉 并感谢她这段时间对母亲的照顾 交谈中杰森才知道 原来帕克是被电话诈骗 才想不开自杀的 警察虽然知道了帕克的死因 却没能找到诈骗集团的位置 那个团伙已经运作两年了 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查到 而且就算查到了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也很难在法庭上提起公诉 罗纳恨极了这些人渣 并发誓一定要将这些骗子绳之以法 杰森认为诈骗老人 就像偷小孩子的糖果一样可恶 绝不能让这个善良的老太太白死 案子发誓一定要替她讨个公道 来到外面 从风箱里掏出一部颇有年代感的电话 打给一个神秘单位 让他们帮忙找出诈骗集团的位置 对方爽快答应 从这个电话我们可以看出 杰森在秘密组织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方办事效率很高 杰森很快收到回复 根据调查得知 这伙人在世界各地流窜作案 虽然费了一番功夫 但还是找到了诈骗帕克的窝点 杰森听后马不停替赶往那里 提起两桶汽油就要往里闯 怎料刚到门口就被两个保安拦住 杰森可不惯着他们 干掉门口守卫后 杰森钻进屋内 让前台小妹通知其他公司赶紧撤离 这里即将发生火灾 却唯独没有通知诈骗集团的据点 等待这些骗子的将是毁天灭地的惩罚 杰森气势汹汹来到诈骗窝点所属楼层 众人听到杰森的警告 非但没有收敛还开始公堂大喜 这可惹恼了杰森 这些人看杰森这么猛 再也不敢叽叽歪歪 为了帮这些人兑现承诺 杰森抄起油桶就往地上倒 小喽啰下的四处逃窜 就在这时小头目二狗冲出来阻止杰森 杰森不管三七二十一 上去就将这些人打 干翻一群打烧后 杰森卸掉弹夹扔掉枪 制作一个简易引刀装置 如果有人打来电话 就会产生火花引起爆炸 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让二狗傻了眼 再也顾不上其他 直接撒鸭子跑路了 爆炸发生后 警局很快接到报案 罗纳和同事接手了这个案件 经过调查 星系的他通过蛛丝马迹 发现了杰森的踪迹 再联想到母亲自杀 罗纳怀疑杰森的举动 定是与母亲自杀有关系 然而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另一边大厦被炸 二狗赶紧打电话给幕后老板卷毛 这个卷毛可不简单 他是现任美国总统的儿子 由于被母亲溺爱过度 整日酗酒吃喝玩乐 这个诈骗公司就是在母亲庇护下 经他一手创立的 二狗告诉卷毛这座耗资三千万的基地 如今被炸成一个巨大的烟灰缸 并表示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 只知道他带着一顶鸭什么 开了一辆老掉牙的破皮卡 看起来很不好惹 卷毛听后气的暴跳如雷 只说让二狗不惜一切代价找出那个人 并将他干掉 看来卷毛也有着手眼通天的本领 几个小时后 二狗根据被骗名单顺藤摸瓜 果然找到了杰森的养风基地 二狗为了一血前耻 带着人对着杰森的风箱一阵吐吐 杰森知道敌人已经杀上门 敌众我寡的情况下 他没有选择与对方硬钢 而是来到仓库打开所有设备 发出噪音迷惑敌人 二狗一伙人气势汹汹闯进来 一手撂倒杰森辛苦一样的风 殊不知等待几人的僵尸被团灭 二狗看到幕幕后有一个人影 几人对着人影便疯狂嗓射 一阵突突后 本以为对方绝对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可就在他们放松警惕时 杰森突然冲出来挟持了胡子男 并用铁链送他领了盒饭 一行四人被杰森干净利索干掉三个 只剩二狗一人狗言残喘 看着同伴的尸体 他惊叫着胡乱开枪扫射 生怕自己下一刻就一命呜呼 结果怕什么来什么 但他没想到杰森并没有杀他 而是留他一条狗命给卷毛报信 二狗忍着断手的剧痛开车逃离 谁知路上又被升起的桥梁拦住 无奈只好打电话向上级卷毛汇报情况 就在他一把鼻涕一把泪 拼命抱委屈之际 杰森呼吃一拳直奔他命门 之前饶他一条狗命 就是要引出幕后指使 现在目的达到也没必要留着这个祸害了 杰森用绳索将他死死捆住 绳子另一头连接到那辆破旧皮卡上 随后启动皮卡朝着水里冲去 紧接着杰森拿起电话威胁对方 一阵嘴炮过后 卷毛内心一阵兵荒马乱 赶紧向前情报局长老白打听消息 老白这些年没少帮卷毛收拾烂摊子 当得知对方是个养蜂人 且不费一枪一旦干掉七名武装分子后 深知卷毛是摊上大事了 只要是被养蜂人盯上 不死也要脱层体 摊上这么一个棘手问题 已经不在老白能力范围内了 于是他立即拨通了总统电话 详细汇报了卷毛犯下的事 总统一听儿子惹上了养蜂人 心里也没了底 要知道养蜂人完全不在自己控制之内 保住卷毛一命 听两人电话里的语气 他们似乎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听着电话那头的爱意 老白骨头渣子都酥了 暗下决心就算拼了这条老命 也要保下卷毛 果然英雄难过美人关 老白为了保住老情人儿子 动用关系联系上了现任CI部长珍妮 在珍妮帮助下老白找到一个现役养蜂人 准备搞刺杀干掉杰森 殊不知两人密谋的恶事早已被风潮知晓 杰森第一时间知道了老白的阴谋 面对这个同级别的女特工 杰森并没有把她放在眼里 一个漆黑的雨夜 杰森正在给车子加油 女特工突然开着车子横冲直撞闯 却不知杰森早已在此恭候多时 女特工剑占不到便宜 本想拿枪反击 眼见杰森消失不见 他气急在你 直接掀开车子的遮挡 特色不过三秒 转眼又被杰森用蜂蜜罐打倒 冰头转向没等反应过来 这个自作孽不可活的女人当场下陷 杰森趁机切掉女特工的手指 随后来到养蜂人总部 用女特工手指成功解锁大门 从电脑里获得整个诈骗组织的老巢后 趁机从仓库里拿走大量军火 临走时还不忘开走人家一辆崭新皮卡 而他的下一个目标将是诈骗集团的老巢 另一边珍妮通过电话告知老白刺杀失败的消息 并表示自己已经人之意尽 不打算再掺和他的那些破事 老白内心一万头羊驼呼啸而过 果然身在权力中心的人没一个好鸟 不得不说他为了地主家的傻儿子也是拼了 很快他又联系一批雇佣工 并如约与这些人在一个空旷的厂房碰面 执行任务前 他详细介绍了养蜂人的背景 养蜂人的一切都应该围绕在 保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上行动 但杰森却脱离了组织 他误以为自己的利益 就是蜂巢最大的利益 一番冠冕堂皇的忽悠后 士兵们各个摩拳擦掌 势必要将这个脱离组织的人干掉 与此同时罗纳一直没有停止对杰森的调查 他发现杰森的下一个目标 将是位于波士顿的一处大厦 于是派遣一批特警进行保护 一同前来的还有老白的雇佣兵 现在的大厦可谓是铜墙铁壁 连只蚊子都飞不进去 此时这里已经有大批武警守住带徒 可就在队长指挥战术之际 杰森不知从哪冒了出来 还好心地上前帮忙排兵布阵 队员们傻了这是哪来的蠢货 刚想将他拿下 一套行鱼流水的操作将队员们全部改 接着挟持队长来到大楼内部 面对凶神恶煞的雇佣兵 杰森不见丝毫切诺 杰森冒着枪铃弹雨从后门撤出 雇佣兵队长见状急眼了 赶紧带领人马颈椎补防 这时杰森将敌人引到跟前逐个鞋 随后又埋伏在走廊拐角处 等队长带人赶到 又是一番生死较量 拳拳到肉刀刀见血 两人拼了命的死战道 但将还是老的辣 最终雇佣兵队长不敌杰森 解决完队长杰森快速撤离 随后来到另一条走廊 哪知又有几个不知死活的 小喽啰上来送死 解决完一众小喽啰 解决完一众小喽啰 杰森找到如今宫之女 一番严心拷打后 小头目终于受不住酷刑将幕后卷毛共铺 杰森看过照片才知道 诈骗老板金是总统的儿子 但他并没有退缩 而是一定要拔出这个国家的毒瘤 总统就相当于丰厚 而他的儿子出现问题 养蜂人就有权利更换新的丰厚 这是他作为养蜂人的职责也是义 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也就此展开 为避免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杰森过五关斩六将 总算冲出重重阻碍逃出大楼 另一边正在享用美食的老白 突然接到电话 这才知道雇佣兵已经全军覆没 现在的他已经潜力技穷 再也找不到可以对付杰森的人 他明白杰森用不了多久就会找上门 于是他让卷毛联系他的总统母亲 现在也只有在总统身边 老白才有点安全感 其实总统不知道的是 儿子通过这种诈骗勾当 已经赚了上百亿资产 就连他竞选总统 需要几千万资金拉选票 都是诈骗得来的赃款 隔天总统就带着老白等人 来到位于小岛上的一个庄园 这里三步一港五步一哨 进来的任何车辆和人都要严格排查 就连下水道也要被汗死 与此同时杰森已经来到庄园外围 他对军方的安保措施门清 不服吹灰之力就用千斤顶 将井盖撬开 接着利用滑板车溜到正在检查的车下面 正当警察准备检查过往车辆时 杰森一高人胆大 直接偷袭将他脖子扭断 自己则扮成警察 堂而皇之来到庄园内部 脱掉警察衣服套上西服 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商业大卡 此时庄园里正在举行派对 各种商业名流齐聚一堂 却没人注意到行踪诡异的杰森 而此时联邦调查局的二把手光头哥 已经知道了卷毛的阴谋 于是将总统母子俩叫到一起询问 总统对于儿子做的事情表现得一无所知 咱也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反正就是装作很无辜的样子 卷毛眼见事情败露 索性一不作二不休 一枪将光头哥击毙 同一时间杰森也在人群中暴露 他高举双手跪在地上 穿黄衣服的黄毛跟老白是一伙的 再老白试一下 本想一枪将他干掉 却被罗纳及时拦住 不料下一刻杰森就按下了手中的炸弹遥控器 此时的杰森犹如战神下 他从屋外杀到屋内 从一楼杀到二楼 所到之处惨叫声不绝于耳 干掉一众喽喽后 本想快点找到总统的位置 不料黄毛及时出现拦住了他的去路 杰森见到这个炮灰丝毫没有手软 一番殊死较量 黄毛最终还是被杰森干掉 而此时的老白也终于现身了 既然杀不掉他 就想和他打打感情牌 但杰森可不想听他在那胡扯 上去就折断了老白的手指 随后炸开了总统的房门 看到杰森如鬼魅般进来 卷毛吓坏了 直接拿枪挟持了自己的总统母亲 威胁杰森放过他 同一时间罗纳与同事也拿枪冲了进来 三方对峙间 杰森趁罗纳一个走神 一枪干掉了卷毛 总统见儿子命丧黄泉 悲痛地大声哭嚎 这时杰森趁机跳出窗外 而罗纳紧随气候举着枪追了出来 看着杰森勇敢坚毅的面孔 罗纳缓缓放下了枪 杰森来到海边 换上提前准备好的潜水服 一个转身潜入海底 海面上波光零零 杰森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杨森人是一部简单粗暴的动作复仇片 复仇是故事线 正义是核心宗旨 但网络诈骗的导火索 与杨森人的神秘身份 又让这部复仇片显得不那么传统 它在拳拳盗肉的打斗中体现了现实关怀 让蜜蜂的分工哲学辐射到了人类社会 现实中网络诈骗每天都在发生 能够抓住骗子的例子少之又少 也正是这种长期的沮丧 让大众渴望天降救星 而此片正是让我们看到 正义使者为讨回公道而不择手段的高效暴力 看得让人解气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